森巴体坛三送匹 一针进行看到底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浪熊 今天胖周跟个球兵 咱们一起来聊一下国拼 聊一下刘世文 我们知道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 咱们国拼也是顺利的拿到了四枚金牌 三枚银牌 虽然说在混双这个项目上 咱们没有拿到金牌 算是留下了一丢丢的遗憾 但是对于咱们国拼来说 能够在这样一个充满着巨大的挑战和未知 以及诸多不利的客观因素的条件之下 能够顺利的拿到四块金牌 就已经足以彰显我们国拼的硬核的实力了 对不对 但是说起这一届奥运会 对于咱们国拼来说 有一个运动员 他是最为感到可惜的 谁呢 就是老将刘世文 那么30岁的老将刘世文 这一届奥运会很有可能就是他最后一届的奥运会了 那么这一届奥运会 其实原本他是能够参加混双和女团这两个项目的 对吧 能够有机会去拿到这两块金牌 但是最终混双 我们先是丢掉了这样一块金牌 他又失去了参加女团的一个机会 被王曼玉顶替了 所以说刘世文对于这位老将来说 失去了在最后一届奥运会 能够拿到金牌的机会 也确实非常感到遗憾 那么确实对于这个老将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情 虽然说嘴上不说 但是内心里我们却能够看出 他的内心的那种情绪 和急躁的那种心理 那么当我们看到了 在东京奥运会女团决赛打完之后 我们中国队成功的击败了 伊藤美城所领先的日本队 而成功的夺冠之后 我们看到看台上 其实刘世文一直在看台上 全程观看着这场比赛 那么也在为队友加油助威 当确定了夺冠 庆祝的那一刻起 那么刘国良也是转身 向自己的身后几位 国拼的陪打的教练员 陪打的人员 包括其他一些助理教练 在一一的击掌 击拳庆祝 那么此时呢 我们看到刘世文 他的一个肢体动作 却很好的能够看出 他的一个内心 一个很大的一个情绪 一个五味杂成的一个态度 同时呢 也能够彰显出 他这个时候 确实这种心态 险些会给自己 酿成一个大错 那么他是在低着头 自己呢 一个人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 而其他人呢 都是在看台上 非常欢快的 开始庆祝 集拳 那么此时呢 我们看到刘国良 并没有怪罪他 对吧 刘国良是一个非常大度 有人一个大格局的 一个总教练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他主动的向刘世文 伸出了拳头 对吧 伸出一拳 我表示要主动的 跟你去集拳庆祝 此时呢 我们看到刘世文 虽然说低着头 但也是赶紧的起身 向刘国良伸出拳头 是吧 集拳相庆 那么也算是 回击了刘国良 也算是让自己 这样一个小小的插曲 能够得以平息 但是随后我们看到 刘世文呢 也是收拾完东西 一个人暗自离开了 那么刘国良呢 他也是组织全队 拍摄了大欢迎 刘世文并没有在其中 对吧 但是其他的国聘的 这些队员们 包括陪打人员 陪打的教练员 运动员 包括一些其他工作人员 全都在这张大合影中 但是唯独就少了一个人呢 就是刘世文 那么刘世文 一个人黯然离开 确实呢 也能够看出 他这样一个选择 也再次的险些 为自己 亮下一个大错 对不对 这是一种 非常不好的一种细节 但是呢 随后我们在第二天 我们知道 其实女队的主教练 李笋 他也晒出了一张大合影 那么这张大合影呢 算是我们这一届国拼 是吧 为这一次参加 东京奥运会的一个 画上圆满句号的一个大合影 那么这张大合影中 我们却发现 刘国良在他的身边 紧紧的贴着他的 就是刘世文 而此时呢 刘世文 他也是脸上 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那么也能够看出 刘国良在这一刻 再度的张醒了 自己的一个大的胸怀 对吧 他能够在这一次 拍摄国拼全家福的过程中 能够把这样一个 30岁的老将 叫到了自己的身边 而且站在了 最C位的位置上 这就足以看出 刘国良在这个时候 能够给这位30岁的老将 送上了最大的一份尊重 对吧 在这一刻我们看到 当刘世文的嘴上 露出了笑容之后 也就意味着 他真正的能够理解刘国良 真正的能够理解 刘国良那一片苦心了 对吧 为什么要把他 从女团中换下来 确实刘国良 他身上的担子 和压力是很重 所以说刘世文在这个时候 他也必须要理解刘国良 我们也相信刘世文 其实未来 等他调整好状态 调整好商品之后 接下来他还有机会 继续去赛场上 去证明自己的价值 我们也期待着刘世文 能够赶紧的摆脱商品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能够带给我们更大的惊喜 我们也期待着国拼 能够在刘国良 这样一个非常优秀 非常大格局的 大家长的领先之下 能够在未来的国际赛场上 为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 争夺更多的荣誉 我们也拭目以待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州聊球 感谢聊到这儿 喜欢胖州的 别忘了点关注 胖州会听得比你 聊到球